是撰寫完畢之後 如果你是 console 的話 它會輸出比較不容易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J-OptionPen的版本 就是最後基本上是可以把它類似做成像這樣 就是一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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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類似一個jar一個jar檔 有點像是windows的一個exe exe就是執行檔 如果你把它點兩下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對不對 就是不需要在Eclipse也可以run 它可以直接在windows環境下面run 那這邊的話比如說輸入這個man 比如說我隨便輸入一個錯誤的好了 它就錯 跳回來 又輸入正確的答案 類似像這樣 把它改成像一個視窗 這樣感覺會 第一個可以脫離Eclipse 第二個感覺還是會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至少它是一個視窗 輸出的話可以把它輸出成一個 它副檔名是一個jar檔 J-A-R 那因為我們jar檔裡面可以直接去找到什麼呢 將來就是執行 執行的時候它會自動去抓到那個我們的J-R-E J-R-E就是run time 然後基本上那個run time的環境我前面講過 我會在Program file裡面的java 通常呢 我們如果有安裝J-DK J-DK一定會出來一個目錄對不對 那另外如果你J-R-E的話 通常這個J-R-E應該是預設就會有安裝了 通常啦 通常都會有 所以這個版本裡面的有一個 如果我要把它叫起來的話有bin 執行檔裡面的話 通常會利用哪一個呢 利用這一個 就是J-A-R-E 這個執行檔它可以幫助我們把那個 這個J-R-E檔可以把它開起來 讓它run起來 那run起來之後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有這個J-VM的環境 J-R-E的環境 所以呢它會幫你把它run起來 執行就可以秀的出來了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步驟 當然我們要把這個程式 我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怎麼樣 第一個一定要改成J-R-E的版本 所以呢我前面講過你們那個版本控制嘛 一樣把它複製之後嘛 一樣再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改成這個CI底下的那個J-R-E的版本好了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把這個地方貼上之後 再把它這個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 再一次啊 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把它增加一個J-R-E的版本 這邊我習慣是這樣 加一個底線 然後再加一個那個 把名稱的話叫J-Option 呃 嗯 谢谢大家